Olive Young 购物清单 货超少 你们知道吗 A纯 护纯金黄 A纯 张元英的广告色 超滑顺 它真的好方便哦 欢迎回来凯文小龙妹 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我们又要去韩国逛街了 我们直接锁定Olive Young 前阵子我跟家人去了一趟首尔 四天三夜旅行 那么当然也要买买买 我去Olive Young的时候 我真的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那种八九点以后 你吃完饭 想要逛美妆店 心里想说 明洞的美妆店 又开得比较晚 如果你想去那边的话 我求求你不要再去了 在明洞那间最大的Olive Young 不夸张 结账的时候 Olive Young它是两层楼 它就会绕绕绕绕 绕一个这样子的人龙 绕了大概四个 回纹针夹之后呢 拉出来把一楼绕一圈 然后再上二楼 再绕一圈 结账的人大概有一百多个 快两百个人 本来我看到排队排成那样之后 我就觉得 那算了 我不要买好了 结果呢 就迎面而来一位粉丝 你是Gavin老师吗 你知道吗 你看我这里来 全部都是看你的YouTube 做功课来买的 我心里想 哦 好 我去排队 所以呢 背负着所有人的期待 来看看我的Olive Young的购物清单 先看看哦 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吧 Torrenton保湿面膜 他们家就很单纯的 用小分子的玻尿酸 来让你确实感觉到了皮肤和水 目前在韩国 他们家的面膜值得信赖 于是呢 这一次 我就加码 再买了两个面膜 绿色这个真的货超少 你们知道吗 我走遍了123456家Olive Young 只有一间有卖 就是疯狂似的排队的那一间 然后啊 我是大概9点多的时候 那本来面膜架上空空的 突然间他们就从 不知道哪里的深处搬上了这个绿色的 他一放上去之后 我跟你讲啊 就像那个狼群看到食物 所有人都往那个架子 全部挤过去 还好搁的手够长 我从那架子上面就这样 我捞了大概四五盒 绿色它强调的是它里面有积雪草 它的面膜值非常薄 然后呢很舒服 它放在你的皮肤上面之后 它会有一种立即镇定舒缓 所以绿色如果你有痘痘红红的 或者是敏感型的皮肤 就用绿色 这非常珍贵 就不能再用了 超难买的 粉色的呢 强调的就是胶原蛋白 它会是一个比玻尿酸更升级的 这种保湿的成分 因为它材质比较不一样 它的这个面膜果冻里面 它强调它的凹凸纹里面呢 含有NMF的这个成分 NMF应该就是保湿蛋白 这个我觉得给亲手以上的朋友 你会更有感 虽然这是Olive Young 让他们自己推出的品牌 可是它在成分 它在剂虫上面 我觉得没有因为通路的关系 就偷懒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并不是要真的 功能型的抗扰的话 试试看他们家的产品 Bring Green 我上次视频也有嘛 这个面膜它是搅拌式的面膜 它强调的就是绿色护肤 蓝色的这个Bamboo竹子 它是缩保湿 搅拌之后呢 它就开始变成果凍膜 它这里面有茶树的味道 它印象当中 我都觉得韩国的明星们 都是那种零毛孔的水煮蛋机 实际上韩国人 他们不斗肌的比例也不少 你走在路上 好看的人都不见了 好看的人都去当模特儿 去当明星了 真的他们路上斗斗肌很多 所以这种针对镇定 舒缓斗斗的产品 在韩国非常受欢迎 搅拌均匀之后呢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非常像优格对 另外呢我还有买了这个橘色的是它的这个 多种的维他命 里面最重要的应该就是B啊C啊 这些可爱的豆磨 这个豆豆贴一直都是Olive Young他们家 豆豆贴这一个品项类非常热卖的一个商品 它有三个颜色 绿色就是刚发炎的那个大豆豆把它贴上去 如果是蓝色的话 就是你的豆豆已经破了 贴蓝色 如果是黄色的话呢 就是你的豆豆已经消了 开始要淡巴的 豆巴的话呢就贴黄色 那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这样小小的一个 然后贴上去 透明度蛮高的你看 他们的建议是每一张贴大概6到8个小时 不要贴太久 因为我在路上看到很多韩国女生都贴这个 另外这边呢 这个罚品我跟你讲 现在在首尔的满街都看到它的广告 所有的那个公车艇都是它的广告 而它的代言人女生是鲁允锐 鲁允锐是言什么 对不起鲁允锐的粉丝 我对鲁允锐不熟 但是我是冲着一个人去买的 金敏葵 金敏葵现在真的好火 长得帅 然后身材很好 很会跳舞 然后呢又很呆萌 真的很可爱 金敏葵代言的这个UNOF的罚品呢 它系列商品真的很多 但是我买了两个 我觉得我想要试试看的 一个是这个 免冲洗的安平金黄 它强调的就是你轻轻的一喷梳理一下 它就可以达到柔顺 它喷雾很细 它都说它有一个特殊的花香 甜调有一点点橘子桃子 黑醋立重甜甜的感觉 然后中间的就是花 它莫立玫瑰淋满海洋调 然后后面再加虹果 含脏露绣香很复杂的香 就是它们瓜的果香 瓜香海洋香蜜植香 然后对我来讲很香 香到我一个有点头鸢 这味道调太复杂了 我到底是要闻你的哪一个面 那这一瓶呢 我那个时候非常担心 因为我在韩国用觉得超清爽 但是你们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去日本或韩国买东西的时候 在当地用是神 回来用是仙 双门徐小姐你用完之后你觉得呢 有一点油对不对 一点点 可是因为我今天已经上了无数个造型品 所以也有可能不是它的问题 因为它会有一个聚水蛋白的那个膜的作用 因为它是免充洗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受损的法制的话 你又不想要太复杂 然后太有负担的产品 你可以试试它 然后另外一个呢 其实金敏葵主要好像 它出现的商品都是它 深层修护法膜 那这就要清洗了 在它的成分表当中呢 含有21种的氨基酸 4种的植物的水解蛋白 再加上4种不同的植物的油 它不是白白的法膜 它是有一点点半透 它强调的就是你因为染烫 所受损的这种头发 就是因为韩国偶像非常喜欢 把整个头漂掉 然后呢 银色 桃色 像最近那个谁 宋雨淇 那个桃红色的头发 像这种因为烫 染而受损的发质 它可以提供本来这样子打开的毛铃面 慢慢的这样子贴起来的这个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彩妆的部分 这个强调的就是Vegan 这一瓶SPF50 Plus PA4个家的防晒系数 它透过了EVE的Vegan的认证协会 认证它全成分都是素食的 你刚开始在抹的时候 你确实它会有一点白白 是很快的 它会跟你的肌肤融合在一起 它强调的就是不但成分是素的 就是它在你脸上的存在感也是素的 这个粉色调的 整个提亮肤色的作用非常自然 而且很清爽 然后再来Primera 这个其实我之前有介绍过 他们家的卸妆油 是在Glowpick排行第一名的商品 这是他们家全新推出的 猜猜看它是什么 纯蜜 纯油 它是透明的 这是Primera他们家的A唇护唇精华 A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把A唇放在唇部 它把护唇成分 然后加上A唇 持续的使用大概两周到四周 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唇纹会淡化 然后你的唇部会变得饱满 就是那种幼泰唇 它有点凉凉的 它除了透明的颜色之外 它还有Rosie的颜色 刚才透明的是贝尔 这个是Rosie 但A唇确实 如果说你的唇纹比较重的 A唇用在我们的护肤上面 就是紧缩毛孔 紧织皮肤 然后淡化细纹的作用 所以它放在唇部的包 它也可以相对的帮助我们 淡化你的唇纹 这个海天能用吗 因为它没有防晒系数 但它的建议是都可以 好接下来 这个也是Glowpick 在2024年纯甲两用的产品当中 排行第二名的 我觉得跟它的代言人 应该有相对的关系 它的代言人就是那个张元英 Ivy的张元英 你会张元英赚吗 张元英他真的带握能力很强 他的嘴唇 他的妆容 它的精致度 让他代言彩妆 真的是太有道理了 它这个颜色很可爱 我非常喜欢这个 Strawberry Bomb 这个紫色呢 它不会真的让你脸发紫 大家还记得 我想在好几年以前 日本曾经非常流行紫色腮红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还要去抢 Can Mac的紫色腮红 抢不到 对不对 它现在把这个紫色 放在腮红霜当中 它只是提亮你的肤色 所以呢 像你的眼睛下方啊 你的这个 苹果肌凹陷的位置 可以透过它 然后把颜色提亮 就像紫色的湿底乳一样 然后呢 你再用草莓色 你看这个颜色 完全就是皮肤里 透出来的草莓感 我觉得即使是化妆 小白都可以用 下一个商品 一样是Amuse的 水光婴儿唇油 这超水的 它透过的应该是 大量的油脂 纯素的配方说 它里面还有九种的生态 我买的这个是葡萄冷色 也是张元英的广告色 然后另外这个是粉色无花果 因为韩国现在很流行这种 自然色调当中去做出的唇色 水感蛮漂亮的 而且它上唇的时候啊 超滑顺 嘴唇真的变得红润红润的 然后亮亮的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呢 是我在民洞的时候逛街逛道的 遥想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经有自创一个彩妆品牌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曾经说 我想要把彩妆品全部变成管状的 这个品牌呢 它全部卖的产品只有四个产品 全部放在管里面 看它的包材 很可爱 管状的这有唇釉下面 然后会有一颗球 它们的唇釉只有两个质地 一个是Semi Matte 然后一个是Glossy 我买的是Glossy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 比较水润的唇 它的显色度 比起刚才Muse来得更强 它们家走的都是有一点点微清熟的那种 那种裸色调到干燥玫瑰的那种颜色 韩国现在很流行这种色系 韩国现在不是流行那个大红色 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它流行现在带了一点点的这种干燥色调的颜色 好最后呢是这个 Tookoo for School 哇大家还记得这个品牌吗 这之前在台湾是有贵的 现在还有吗 现在好像没有 现在好像只有在网路上面买得到 Tookoo for School在明洞的店 现在也正在装修 它本来已经撤出明洞了 然后现在有 它又要回明洞 开一间新的旗舰店 明洞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 明洞整个就是大概是空城 有将近一半的旗舰店都关了 然后全部退出明洞 但是在2023年的后半年 到2024年的上半年 慢慢的这些店都开回来了 一些比较撑得住的这些美妆品牌 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AHC 他还留着 比如说像这个Olive Youngs 他这还留着 但其他的整个洗牌一轮 美妆店的这种旗舰店 现在剩下来的不多了 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潮流品牌的店 我这一次呢也逛了一下 不过这个Tookoo for School 这一个呢 它是稀油面纸 它有一个镜子 然后呢我觉得它很贴心的是 它把一个粉铺 然后上面做了贴纸 然后它这个贴纸呢 你如果觉得黏性不够 它贴纸是可以撕下来 它里面大概附了10张左右的贴纸 然后你每一次在吸油的时候 你就是把这个纸这样子 然后就直接 然后就这样吸油 有欸 但本人是不吸油的 老皮呢就要靠油 来装嫩肉 所以个人就是出油我不怕 我最多最多就是 如果鼻液旁边这边压一下 尤其在夏天 吸油面纸 适量使用 局部使用就好了 它真的好方便哦 它真的好方便哦 然后呢一张用完就丢掉 再黏下一张 你看 方便哦 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去韩国 在Olive Young逛街 排队结账 等了四十几分钟 为大家带回来的这些战利品 你到首尔 你去Olive Young 会买些什么呢 有什么我漏掉的 或者是你有看我的这个指南 你有买了些什么样的商品 也跟我一起分享好不好 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设定 全部提醒凯文小的美 我们在下一支开箱再见 给你 如果喜欢我 我再来 留下来 我们在一起 void 月